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攻到了1万亿以上 而且今天又创新高 可是回头看看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将近两年的时间 似乎在1万1千点以上 就是找卖点 赶快卖股票 多留一点现金 之后跌下来 才有好股票可以减 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投资朋友问我 我想我就统一在电视上 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先来谈大盘的部分 大盘 那当然的确 其实在过去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1万1千点 的的确确 它就是大家心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那这种心理关卡 其实也是来自于 攻上去就下来 攻上去下来 那几次之后 真的会在技术面上 造成一些套牢的压力 但是大家想一想 从去年年初到年终 到今年 每一次攻到1万1千点以上的时候 主流族群一不一样 你们先想这件事情 每一次攻到1万1千点的时候 主流族群一不一样 那唯一 唯有一档股票 几乎是跟大盘完全同步的 就是台积电 因为它掌控了五分之一的全值 除此之外 每一次攻到1万1千点的时候 主流的产业族群个股 其实都在换 都在换 所以说这种套牢的压力 其实是针对指数来讲 看起来有套牢的压力 什么叫套牢压力 因为你把时间拉长一看 这1万1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来到1万1 这个都叫做指数的套牢压力 指数的套牢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 比较深入细腻的思考 指数是个股所形成的 所以真正的卖压 它其实必须是来自于 真正有个股要解套 个股很多人去买 在高档被套牢 现在涨上来了 要解套 这个才会有压力 那问题就在于 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 攻到1万1的时候 领军的主流股都在变 再把它讲得更浅白一点 去年2月涨到1127里 当时的主流股 跟后来的主流股 后来的主流股 后来的主流股 今年的主流股 今年的主流股 这一波的主流股 通通都不一样 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 它不会有真正实质解套的压力 因为压力是来自于个股 我还是在强调这一点 站在技术面的观点 你会认为指数来到1万1 这之前触碰了好几次就下去 所以会有套牢压力 这是站在指数的观点 可是指数是由个股所形成的 所以你就要想 每一次攻的股票 除非它是一模一样的 否则它不会有压力 我们就以台积电来说 这一波台积电涨到这里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还在创高 我刚才说台积电占指数1.5 所以台积电创高的时候 当然它会带动大盘 好那问题来了 台积电会不会大跌 因为大盘要大跌 你一定是会看到台积电大跌 那台积电会不会大跌 我拿台积电的月K线 来跟各位分享 外资这一波 买超台积电 买得又急又猛 不过呢 现在还不是外资 持有台积电最多的时候 外资电手中台积电 最多的时候 是在2017年5月 当时外资呢 持有台积电的股票 达到2066万张 而目前外资对台积电的库存持股 还少了大概四五十万张 还少了大概四五十万张 所以说 你看 当初外资持有台积电的高峰 在2017年5月的时候 台积电的股价也不过 刚刚突破200元 当时的市值大概是 突破5.1兆新台币 那现在台积电的股价 已经喷到了296块钱 创历史天价 而台积电的市值 已经突破了7兆 多了两兆以上 多了两兆以上 可是外资的持股 还少了四五十万张 所以外资的持股 是严重不足的 那现在外资 当然他急着抢台积电的股票 因为如果你没有 把台积电纳入标准持股 必备持股 而且是买好买满的状况之下 那很容易外资的绩效 就会输给大盘 所以外资在抢筹码 而且还分主动基金 跟被动基金 也就是ETF互抢筹码 除此之外 本土法人也在抢台积电 投信也要买台积电 不然绩效也会输 政府基金早就 长期默默一直持有台积电 而且一直加码 受险也是 所以现在外资不但 很想买台积电 问题还在于 买都买不到 因为手上有台积电 根本就习售 不愿意卖出来 所以就算涨多了 会震荡会拉回 可是我认为修正的幅度会很有限 因为只要台积电一拉回 外资就会买 外资绝对会买 肯定会买 所以整个台积电会撑起台股的指数 所以我对于大盘的想法 我认为就是会继续往上涨 但是不会天天涨 也不会经常那边一百多点的喷出 不会 大概就是维持这种震荡 然后往上再攻 默默的垫高创高 那问题回到的更重要是在于个股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在问的是要不要卖股票 其实是因为大家看到指数在1万1 那就表示多数的投资朋友 还是没有办法很习惯 把个股跟指数分开来 不是绑在一起做联动的思考 因为你们操作的毕竟不是指数 如果说指数在高区间 你就要卖股票 那很多股票你可能之前卖了 现在再也买不回来 简单举个例子 上一次台股的高点 是不是在今年的5月初 11097点 11097点 如果当时我们觉得这里是1万1的高点 我们来卖股票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把散热的股票 比方说像双红卖掉 这是5月份 那我刚才说了 大盘上市高点在11097 今年的5月初就是这里 如果你把双红卖掉 当时的股价 大概在100多块钱 可能在130附近 结果这波涨到241.5 所以你要因为指数在相对的高档 去卖股票 不要这样想 做股票不能都不做功课 只是闷着头 那用一些过去比较老旧的想法 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大盘我们是掌握它的方向 趋势 指数到底会涨到多少 多高 这个我不去预测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预测 有人说要挑战历史最高12682 我乐见其成 但是会不会成真 我不知道 坦白说我真的不晓得 我没有这个能耐去预测指数 但是我确认到目前为止 大盘指数 也就是整个台股是走多头 这个往上的方向 从来就没有改变 那个股的部分呢 那就是因股而异啦 因为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跟着大盘 完全就是同步的 大家都在靠大盘吃饭 不是的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在个股上面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这个个股的差异性很大 所以你要看的是 既然指数在高位阶 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一些股票 它还有足够强的动能 或者是其实已经经过整理一波 又开始转强的 那这种股票 它就没有这种解套的问题 不会呢 好像碰到压力 就随时要反转 那我们看到呢 像在这个礼拜来说 非常强势的 就是在于 苹果新笔电键盘 这一个族群 那我讲过这个族群里面 台股呢 直接受惠的公司有三档 分别是4935的茂林KY 以及2387的金元 还有5215科加KY 那这三档个股 其实这个礼拜以来 股价都非常的强 那我们看到 昨天金元公告9月营收 大幅度的成长 那利多出来股价直接跳空开高 不过呢 开高之后 卖压开始浮现 所以中场涨幅收敛 那这种卖压 通常它都是极短线的 因为就来自于 有些人会趁利多 先下车一趟的想法 那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 毕竟如果做短线的确呢 你就是有买有卖 趁着利多出场 总不要趁着利多进场就好 那今天的金元呢 马上又喷出 几乎快要涨停板 那在波段的角度来看 其实昨天的压回 开高走低是一件好事 我在昨天的 给家族朋友的讯息里面 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各位想想 你看 昨天开高 压回走低 那假如你想说 昨天 开高走低 那好像利多涨不动了 所以你就卖一趟股票 今天你其实是 没有低点可以买的 今天基本上 开盘之后 很快就可以往上了 那全场都没有 压回到盘下过 跟昨天的低价 也相距不远 所以如果你昨天出场 基本上今天 是没有什么差价 跟低点可以买回的 所以如果说做波段的 那当然不要太在乎 这种短线的符合下车 更要注重在 产业趋势 基本面趋势 那今天的晶圆 就果真大涨 创下了新高 那这个波段以来 投信大概从7月中旬买超 一路进场加码到近期 前后大概达到了 三个月的时间 持股张数 快速拉高到1.4万张 超过7% 那在过去这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看得出 晶圆就是经过了一波整理 走一个相形的格局 那大概可以估算出来 投信的平均布局成本 大概就在这个相形 38到39元中间 所以这一波 我们也不用像投信 那么早去买 买在前面的整理区间 整理了三个月 那但是呢 你只要在上周 跟着威尔老师进场的话 你的布局成本 就跟投信差不多了 那很快的今天股价 马上就开始表态反应了 那这种股票 是经过了整理 而且创进行新高 所以就不会有 你需要担心的 来到1万1了 会不会有卖压 会不会有解套的筹码 不会的 在晶圆身上 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5215柯家 今天也喷出 那到尾盘呢 再创新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柯家 最后的分时走势图的最后 最后一盘呢 亮灯涨停板 来到70.2 那同时呢 股价呢 也已经呢 改写了新高 那改写新高 同样的 这就代表什么 没有上档的压力 没有解套的筹码了 那在大盘1万1之上 你就需要这种好股票 我再一次强调 什么好股票 产业趋势往上 基本面趋势往上 而且呢 技术上 它是经过了整理 那创进行新高之后 它没有套到压力 它没有1万1千点 涨不动的压力 这就是选股的逻辑 那这些产业 这些个股 它们为什么会涨 它们为什么值得做研究 我想威阳老师 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都清楚地跟大家做了说明 那当然 这个好的公司还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审慎地判断 包含这个标的 它的利多 能够发酵多久 包含它的筹码 目前是不是已经趋于稳定了 是不是有好的买点 所以威阳老师 其实口袋名单 有很多好公司 甚至很多的标股 但是呢 我会仔细过滤之后 带你们一档一档地去 进场操作布局 那现在时间点 其实呢 就是要开始进入到 中小型股慢慢开始 发威的时候 从第四季到农历年 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每年 一定要把握的 标股的黄金时期 如果你喜欢操作标股 如果你只希望呢 一年好好认真的 操作几个月 然后把全年度的理财 投资目标都达成的话 那么我想 未来这三到五个月的时间 是你绝对要好好珍惜 而且全力以赴的 我们发出标股链金术的召集令 有兴趣的朋友 今天可以打电话 进来洽询 我们休息一下 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以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曾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市场 刚刚进广告时间 我稍微看了一下 今天最后收盘 发现今天我们手中的持股 总共有四档涨停板 坦白说 我的心情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因为我常跟各位讲 操作是长长久久的 输赢胜败 涨跌这个都是一时 股票不是涨就是跌 不然就是整理 所以我在面对 其实飙涨的时候 或者整理 涨不动的时候 或者是急跌跳水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尽可能的 让自己维持客观的立场 那待会我们再来谈 今天总共有哪四档股票 是涨停板的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下散热 那例子 我想昨天股票 就直接是跳空涨停 一架到底 那今天又再度的跳空涨停 不过涨停板打开之后 今天是放量 然后开开关关 那中场呢 还是能够拼到涨停板 那主要这一波股价开始强力的 跳空喷出 是因为公司公告了7月8月 两个月的字节获利 两个月EPS就达到了1.28元 那照这样子的成长态势 第三季极有可能 起码是追上泰塑 不排除甚至是压过泰塑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 跟各位强调 看好的理由跟重点 好 那今天我们呢 把股价呢 就趁烹出的时候 先获利出清了一趟 那有没有可能卖错呢 我认为当然是有可能 我认为是有可能卖错 因为今天 我们看盘中的震荡 其实这个多空对决相当的激烈 不过到尾盘还能够亮灯涨停 显然呢 接手的买盘 意愿还是非常的强烈 好 那有没有可能立志会继续喷 我们已经没有持过了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觉得接下来关键就是什么 立志他这两天的波动涨幅比较大 那如果他又被主管机关要求 公告9月份的字节获利 那很可能股价就会再碰一段 我们刚才讲 他这两天连续涨停 是因为公告了7月8月 两个月加起来赚了1.28元 而事实上呢 立志的9月份营收 比7月8月都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他如果9月字节的获利 再公告出来的话 很可能股价又会继续飙 那事实上当初我们主要看好的理由 就在于整个第三季的财报 很有机会大爆发 而且是大大大的爆发 然后超过泰索 那当然为什么今天出新 我想一方面呢 其实筹码相对已经不是那么安定了 那二方面呢 其实主要的看好的利多 已经反映出来了 现在大概就是缺一个 9月的获利有没有公告 但是因为先前7月8月 这个已经是大概整季的获利里面 起码已经公告了两个月出来 所以我们看好的主要的利多 已经公布出来了 那操作就平常心 既然卖了 那留的资金在 不怕美股买 那我们就好好的再来挑选下一档 不过同样是散热股的双红 我们呢是减码 但还没有持股获利出清 那你可能会想问我说 为什么这两个都是散热股票 操作上面有一些差别 那简单跟各位讲逻辑 逻辑很重要 逻辑很重要 那因为双红涨到现在 创历史天价 那它的筹码的稳定度 是比利支来得更高的 上档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是关键之一 那关键之二是双红 目前第三季的财报 获利都还没有揭露出来 所以利多还能够期待 利多还在后面还没实现 如果你常常看魏杨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你应该有吸收到 这样的观念 我常常跟各位讲一档股票 不管是他现在喷出大涨了 还是他休息整理 还是他下跌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的利多是不是已经反映出来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利多 或者说这个利多早就都已经公开公布了 那利多早已实现的话 基本上只要筹码一步稳定 随时都应该要把他挡 但是如果说一档股票 哪怕他喷出 哪怕他休息整理了一两个星期 但是这个利多都还没有实现出来 这个利多都还没有真正的公布出来的时候 这个股票其实你不用怕他后面没有点火的火种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立志双红虽然都是散热股 虽然我们都看好 但是操作上面这两天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判断跟抉择 主要的关键在这边 那我不敢说我讲的一定对 大家就是操作上面都会有一些想法 那我尽可能把我的经验 跟我的逻辑分享给你 那股票操作其实你要走的长久 比较重要的是逻辑 而不是凭感觉 看到想买就买 看到想买就买 那不行 那5G的部分呢 我们当然还是持续的看好 那这边回过头看 创高拉回整理打底过后的经居 这个似乎又值得再一次期待它的空间 注意我强调的是 它创高拉回打底整理 那你请注意 它在前一波 也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 当时法人结账 投信卖超外资卖超 用力的卖之后呢 股价是不是在40元这边 打出了一个底部 法人卖股价呢 不再破底了 所以这边当然呢 有长线的 强而有力的实质买盘进场 那我们认为 这个股价呢 走的会是长多的格局 那业绩部分实际上呢 都还没有呢 大幅度的开始发酵 利多值得期待 那8046南电 第三季预估财报会很好 有亏转盈 今天股价呢 也尝试准备呢 再一次的往上做突破 也持续的看好 而且越接近到年底的时候 除了法人的作帐 那么南电呢 我研判它会是 今年台塑集团的 集团作帐的重点 因为今年台塑家族 塑化股的部分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那反而会是在电子 那电子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南电 那围影 我们早从5月21号 当时300多块 第一次在节目中 开始跟各位介绍 第一次第一波 开始介入操作 那当时股价 位阶非常的低 300多块 到这两天 股价已经喷出来到五字头 今天高点来到518元 好 各位想想 虽然呢 好这两个股 我们也不是说一路呢 从头放到今天 死报 当然是中间也会有一些呢 买卖点的操作 搭配一些呢 短波段的价差进出 但是我要跟各位强调 一档股票 你要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 你要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跟耐心去追踪它 从今年的5月21号 300多块到今天 已经518元 最重要就是什么 你要对产业趋势了解 你要对基本面趋势的了解 你看我们包含 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们说涨停满的股票 有四档嘛 今天键盘股的金元 5215柯家 3483散热的利质 以及呢 还有一档 是游戏股的大宇支 这些股票 我不是只有在涨 或涨停板的时候 才井上天花的 整理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我都还是很客观的 为各位分析 我的心情也不会受到太大起伏 那如果你真的要赚大钱 掌握一个趋势很重要 那趋势其实就是 魏阳老师的强项 所以我希望你们呢 也不要说穷忙 从年初忙到年尾 一年当中最重要的黄金时期 我认真的说就是现在 10月到隔年的2月之间 想要掌握标股的朋友 今天我们发出召集令 马上来电恰询 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服务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升品